郑国依山傍水 不过我并不急于去寻山防水 因为来到这里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寻找一种非常接地气的街头小吃 虽然已经过了早餐时段 但是云吞店里的生意依然红火 我跟当地人拼桌而坐 希望能更进一步了解郑国云吞的美味所在 我也来一碗云吞 对 谢谢 你平时应该也经常吃云吞是不是 是啊 那这个地方的云吞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 哦 我的云吞也有 谢谢 你看这是四字头嘛 然后金鱼味看到吗 对 还真的是 就是其实我刚刚在这一看 我差点以为是一碗丸子汤 就光看见那个肉了 所以说明这个皮是特别薄 特别薄 所以这个煮过之后 这种褶皱全挤在一起 让人觉得特别好看 像一个小鲸鱼 对 特别像一条鲸鱼 对 哦 好烧 哎呀 真的是 这皮薄薄到什么程度 就是基本上一吸流一抿 它就没有了 对 对对对 它这个肉啊 你细细的咀嚼啊 它不光是有香味 你感觉好像 有一股 特殊的鲜味 对对对 狮子头 金鱼尾 这是对郑果云吞 唯妙唯笑的描绘 爽滑的面皮 瓷式的肉馅 鲜美的汤底 中国人将一碗云吞做到了色香味形俱佳的程度 那么到底是怎样的工艺能成就这样一碗美味的云吞呢 我叫陈冠中 现在经营一间云吞店 我平时有闲的时候 偶尔去搞一下 跟鲜跟竹鲜 我觉得做云吞跟做跟鲜 一样都要非常细心 耐心地去做 陈大哥看上去魁梧 但其实初中有戏 我非常好奇 当树根换成面粉 这双有劲的大手又会如何一展记忆呢 陈大哥 您知道吗 就是见过那么多的面板 今天这个面板是我觉得非常不同的 首先那个高度就会比一般的要高一些 对 这个桌子是我自己做的 以前按照我们师父教我们 做这个桌子跟自己的身体有个比喻 除了高度之外 整个桌子就很有设计感 我都做成一个中间像一条蒸姜盒一样 所以把我们蒸姜盒的那个鹅饮食 贝壳都加到里面去 这么巧的一双手 做出来的云吞能是什么味呢 我现在真的特别期待 我看这有鸡蛋 咱们那个面皮里是要加鸡蛋的是吗 对 那面皮里面都是加鸡蛋 不能加半点水 不能加水 但是据我所知做馄饨皮 它里面就是面粉和水 所以这个皮会相对软一些 但是会厚一些 如果是我们这么薄的话 它就一煮就烂了 就没了 对 所以咱们这个是不能加半滴水的 对 陈大哥告诉我 要想做出又薄又有韧性的云吞皮 中筋面粉与高筋面粉 要分别筛去其中的颗粒 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 最后再打入鸡蛋 鸡蛋的加入 可以让云吞皮的口感更加顺滑 因为没有加一滴水 所以活面的过程就需要使出很大的力气 没想到一个个灵动如鲸鱼的正果云吞 是要陈大哥这样的壮汉 使出全身力气才能成就的 揉到这个程度 接下来是不是该擀了呢 对 要擀了 这么硬好擀吗 不好擀 不好擀 那我们来体验一下 你可以啊 右手这边固定 就往前推 往前推 往前往后拉 来来来 我来试一下 这边按住是吧 对 这边固定 对 这固定 然后往前推 我觉得我这后面得借 找一个支点 要不然使不上劲 要慢慢推 要慢慢推 真的是要使很大劲 像这样的话 就是要擀到它多薄呢 薄的可以插到报纸 对 就可以透字了是吗 对 咱们需要再叠起来再擀吗 对 要 一样的 擀薄了再叠起来 这个还要打粉 还要打粉 对 每一层要打打粉 才能一张张 很薄它还会分开 因为都不粘在一起 对 像陈大哥这样不加水 用鸡蛋来和面的方式 会大大增加面团的硬度 因为面团较硬 所以一些地方的制作者 会选用跳面的方式 去制作面饼或面片 相比跳面 陈大哥依靠臂力和手镜擀面片的方法 要更加费力耗时 在擀面杖反复的滚动下 云吞皮的最终模样终于呈现出来 薄如纸片 滑如绸缎 这样的标准 才符合正果云吞皮的要求 薄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我这样拿着 我都不敢使劲 我就怕 没信任 它硬性很好 而且特别光滑 这个薄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就跟那张餐厅纸的程度 对 放在报纸上可以看见报纸的 对 就可以透字的 是吧 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可以开始包了呢 要把这个皮要切成7×7厘米的 7厘米×7厘米 对 好 然后现在再这个竖过来 对 也是 这个是馅是吧 对 我吃这个馅我就觉得 它不光是那种肉香味 还有一种鲜味 这个鲜来自哪儿 大哥 这个是我们师傅家的秘方 这是大地鱼肝 我们加到里面去还要处几个 大地鱼肝是广东人常用来煲汤 做酱料的天然鲜味剂 陈大哥说 正果云吞的汤和馅里面 都离不开大地鱼肝的助阵 可他们的处理方法不尽相同 用来霍馅的大地鱼肝 要在花生油中炸到色泽金黄 骨酥肉脆的程度 然后捣碎成细细的干粉 与猪肉馅混合 虽然没怎么见到大地鱼肝的身影 但是鲜美的味道已经遍布肉馅 你看我们直接过来就 我刚刚没有看到 然后直接就变成这样了 大哥您慢点教我 我看您这个钻在手里 那个太快了那一步 直接是把这个肉定位就可以 然后这样是吧 对 然后给它这样 对就可以了 这样就行了 对 套住你看都像一条菌鱼一样尾巴 看出来它就好漂亮 好看吗 对 就手没握紧 那个馅还在这 对吧 没放到底 包出来很好看了 很可爱就感觉是吧 对 而且速度会很快 对 对不对 跟很多地方像折纸一样的包制方法不同 正果云吞的包法简单快速 抹线收口 两个步骤就能搞定 下入热水中 狮子头金鱼尾造型的云吞 像极了一条条在水中游动的金鱼 怎么样看它是好的呢 就是你下那时候那肉是红色的 就是肉变成白色了 然后那个皮子感觉也是变得透明了 会飘的 对 因为这个皮特别薄 所以它一下清水 然后浮上来的时候就看得特别明显 它马上那个肉跟这个皮子是完全贴合在一起的 就那个褶皱已经完全出来了 这个是不是已经熟了 对 现在熟了 可以上碗了 好的 然后先往里倒一勺高汤 高汤是吧 对 你尝一下 尝一下这个汤 现在还没放盐 但是我就能尝出来它是那种鲜甜的那种味道 除了云吞皮和馅很讲究之外 这碗云吞汤里也大有文章 虾皮 淡菜 墨鱼干 这三种增鲜宝贝入锅被干 在加热的过程中 它们的一部分鲜味会散发掉 鲜味则被激发出来 大地鱼干再次登场 这次则是被放在火上烤 刮去鱼鳞可以减少腥味 将海鲜装在布袋里 与土鸡猪骨一起熬汤 陈大哥还会加入罗汉果 为汤头增加一丝令人愉悦的甜味 四个小时的开盖熬煮 才能成就我口中感受到的 鲜美清爽的云吞汤 你先舀一半 可以看一下这个肉的鲜 有一点嚼劲在里头 第二口就应该一口吞了是不是 半点肉 这个鲸鱼尾巴跟汤一起 就觉得那个皮子特别刮特别软 然后到嘴里一抿就没有 那种口感真的是太棒了 从云吞皮到云吞馅 再到云吞汤 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陈大哥 精益求精的态度 云吞虽小 却是正果人难以忘记的家乡味道 所以陈大哥一直不遗余力地 将这种传统味道继承下去 并发扬光大